各位你把Mobile安裝完成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它怎麼註冊 剛剛我們已經切換成中文語系了 各位你只要一樣 你如果用你的信箱也可以 它會自動記憶封密碼 你在這邊只有填你的信箱 它會記憶封密碼到你的信箱裡面 你去收信 當然第二個就是你用這個 用整合的都好 這樣了解 那麼以我來講的話 我註冊過了 我用信箱註冊的 所以你要登錄也是一樣 都在這裡 就打上你的E-mail 所以如果這個信箱沒註冊過 它就會記憶封信 當作你註冊 如果註冊過就等於登錄 所以如果你註冊好了 你就登錄一下 這樣就可以用了 那麼你一進來 好像什麼都沒有對不對 它預設應該會有一個 應該有一個網站 只是它已經把你建好了 已經建好了 那這個呢 這個Mobile這個軟體其實不難 而且我跟你講它超簡單 你會有成就感 那麼我們先看一下 剛剛你裝完之後啊 我先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地方 我們的教材裡面 你往下走 往下走 有沒有一個網頁設計 點開 所以它的好處 Mobile的好處就是說 我們現在要做網站 老實講有點比較困難 所謂的比較困難是什麼 因為各位有沒有發現 你們現在的裝置很多 有電腦的 有平板的 有行動裝置的 那你會希望現在 你在做網站的時候 是不是所有的行動裝置也好 所有的這些電腦 所以都可以看 那你要做幾個版本 你有沒有想過你要做幾個版本 哈哈哈 大家都希望我用什麼裝置 都可以正常看啊 那如果以以前的方法 我們必須要做什麼 至少三個版本 那你三個版本 才有辦法去符合這些 你今天用什麼裝置進來 我可以知道 我就切換到那個版本 可是對使用者來講很麻煩 對管理者來講 為什麼 因為它維護三個版本 對不對 所以現在就有一種叫做 RWD 就是 如果你用主語來講 它叫做什麼 叫做 中文 哈哈 就是我們 它會 最四化的那個什麼 也就是它會自動變形 最四化網站都是 對 它就會自動變形 所以Mobilize這個軟體 它就是可以做這件事情 可以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現在呢 介紹完了之後 我們先來看一下 首先你一進來 它就有幫你準備好一個網站 有沒有 在這邊 然後呢 你在這裡 你可以去設定一下 你的網站叫什麼名字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 你看這裡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我不知道各位 平常在上網的時候 有沒有注意到 這裡 我們打開這邊 你不覺得我們上面這個 都有自己的圖嗎 有沒有 這樣知道那叫什麼了吧 就是這個 這顆圖 你可以自己定義 好 你自己選擇 有沒有 你要變更 你就可以自己去找 看你要哪一顆 這樣有了解了嗎 你可以自己選擇 好 那再來呢 如果假設這樣OK 我就先按確定 就 反正它預設就有 那也內建呢 也給你一個頁面 它叫home 對不對 但是問一下各位 你們都有做過網站吧 有 請問網站的首頁要叫什麼 名字 index 叫index 還有別的嗎 你們都沒有收過微軟的圖圖嗎 index是一般像linux 或是unus的主機 首頁叫index 如果是windows的 IS 有沒有 你們有沒有用過IS home page嗎 不會吧 不是不是 他的那個伺服器 那叫IS 你們沒有用過微軟的IS 喔 我都犧牲到I兩叫死叫叫 沒有啦 看起來他現在也不錯啦 就是說 IS的話呢 是微軟的那個server web server 他的就是default default 所以說不是一定要index 當然你也可以自己去改 對不對 只是我們一般來講 如果你不做任何設定 軟體的預設值 就是index或default 那原則上這兩個名稱 不會同時存在啦 通常會選一個 因為如果你兩個同時存在 就要看軟體的設定 以哪一個優先 好 那除了首頁外其他就沒有限制了 好就沒有限制 所以呢 我們在這邊他已經給我們一個 對不對 你可以按一下 這裡 有沒有發現他已經幫你設定了 首頁叫這個了 他雖然網頁標題叫home嘛 好 好 那麼你現在進來之後呢 看起來是空的 對不對 你要找右手邊 找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一個加 按一下 有沒有很多版型在等你 有沒有 你往下走 你往下走 有菜單的就是選單的 哈哈 有title的 對不對 進來的首頁 然後這邊 你往下走 他有不同的 你要放圖片的 有圖片的 放影片有影片 有換燈片的 有沒有 就你有比較多圖片要展示的 然後你有這種要slide的 要slide的 還是你是屬於文章的 有沒有很多版型他都幫你放好了 所以你要做的就是選好 丟進去 改成你要的就好 這個軟體就是這麼簡單 那所以呢 你先試看看 比如說 我要一種選單 這裡有兩種選單 你可以隨便挑一個 假設我要這個 你就點一下 有沒有就加進來了 好 我們再找一下 你要這種title的 他就是一個的 以照片為主的 還是你要用 像我下面這裡有那個slide 我看一下有一個slide 那一個 這上面 過頭的 好 這個 有沒有 這有磁帶的 點一下 有沒有就進來了 欸他完真的啦 這個 馬上就有啦 對不對 馬上就有啊 阿你他再增加你就再增加 阿我想要再增加一個 有寫文章的 對不對 好你就可以看一下 喔文章的標題的 放進來 然後文章的內容 我想要做這樣的排版 丟進來 有沒有這樣就一個區塊一個 區塊一直進來了 那最後呢 你也要一個底嘛 你可以加這個 然後呢 這邊還有動態的 就是他會有 有的會有數字的 有的會有數字有沒有 計時的 我們現在去很多網站 有些是他會開始跳有沒有 跳給你看的 那這裡也有 也有countdown的 倒數計時的 有進度的 好 然後我就先跳到最下面好了 因為我們通常最下面還有一個什麼 版權宣告 對不對 你可以加地圖 按一下 好了 做完了 先預覽一下可以嗎 按一下眼睛 他會幫你用瀏覽器打開 好 我們這邊看你要用哪一個都可以 然後 我這邊 按一下 好 我用cone打開好了 就跟剛剛你看到的一樣 這樣有沒有不小心就做好了 你應該負責改內容 應該會嘛 那你就要想一下的 那我剛剛講說行動裝置啊 是不是也可以看 所以你看這裡 他上面這邊其實可以切換 有沒有 裡面也可以看 你要來外面切換當然也可以 你就把剛剛這個地方 拉出來自己縮小一下 你可以比對一下 當你說說說說 說到這樣子的時候 有沒有選單他就收起來了 還可以擺 就看你 因為有的人是像這樣子 那你再縮小一點 有沒有發現圖片會自動縮 對不對 那你往下看 你看我們剛剛那個數字的有沒有在跑 你如果放大一點 它有沒有變兩格 再大一點變三格 對不對 這樣是不是叫做 自適應 那個RWD叫自適應網頁 也就是說它隨著你的不同的版面大小 會自動切換 那用這種方式做的網頁 所以它都有一個特性 就是都是區塊 這個就跟我們的一般的那種視覺設計會比較不一樣 因為視覺設計通常我們就是固定大小 我以那個大小去做 但是現在就比較沒辦法做那 就變成說 其實回歸到什麼 回歸到 視覺跟視覺 程式回程式 也就是你只要會美美的圖進來就好了 剩下的就交給 程式設計師 他把你想辦法 但是你要會做的就是你要會做一個區塊一個區塊 你就丟進去丟進去 這樣就好了 這樣有了解那個概念了 所以你可以先稍微試一下 好 先稍微試一下 等一下我再稍微講解一點點東西 那你就會發現說 原來現在做網站 其實我不太會HTML 你剛剛應該沒有用到HTML 也沒有用到CSS 也沒有用到JavaSwift 其實裡面都有 對不對 就是工具越做越簡單 但是你不要忘記的設計的概念是沒有變的 沒有變的 只是說方法 技術改變了 OK 來那就